神像诡异 作者白日放歌 演播慕思维 墨语亲亲 独家出品 298集 哼 一个小小的瓷瓶子 岂能困得住我 这时候 秦岭望向楚连生 满脸都是不屑 下一刻 秦岭口中再次发出了一个充满力气的声音 我今天过来 就是找你报仇的 还有我们 两个和尚 也接上了秦岭的话 随后 三人便朝着张凡众人的方向扑了过来 身材魁梧的和尚 直接冲向了张凡 而秦岭和尖嘴猴塞的和尚两人 则是冲向了楚连生 见对方三人出招 张凡和楚连生自然是要接招的 瞬间 五人便在广场上大战起来 张凡和那魁梧和尚境界一样 一时间 两人很难分出胜负 虽然楚连生体内真气 已经全部恢复 他面对的是两个实力都不如他的人 但是 他用不了那只受伤的手 所以 在几番缠斗之中 楚连生逐渐落了下风 大约过了半小时时间 由于张凡的真气品质 比神才魁梧的和尚要高 所以 在一番争斗之后 张凡便处于上风 而楚连生 虽然有伤在身 但他却是一名念士 依靠念力 对两人的影响 所以半小时纠缠之后 他也是处在了上风 哄哄哄 三声闷响过后 魁梧和尚 尖嘴猴塞的和尚 还有秦灵的身体 都是倒飞而出 狠狠撞在了墙壁上 在突出一口 阴红鲜血之后 不知而亡 唉 现在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咱们继续开关吧 楚连生在身上 抹了抹他那只 没有受伤的手 开口说道 张凡看了一眼 三人尸体 虽然 如楚连生所说的那般 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但是 他还是总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 就在众人 想转头继续开关的时候 那涌到位置 再次出现了一道身影 此人穿着一身 淡灰色的休闲装 身材中等 长着一张果子脸 颇有浮相 看到这道人影 周星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喜色来 而后 他便急忙朝着 果子脸男子的方向跑 一把按在果子脸男子的牵头 满脸都是激动 张丰 你 你居然还活着呀 被称作张丰的果子脸男子 脸上也是浮现出了兴奋 而后 他重重点头 与此同时 也是一把搂住了周星的身体 两人拥抱了一会儿 周星便拽着张丰 朝张凡众人方向走了过来 张凡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凡张先生 如果不是他 用北斗七星孤独阵 稳住了我体内毒素 恐怕 我早已是命丧黄泉呢 张先生 这是我之前 以为死在了识别群中的朋友 他叫张丰 和你是同性 就是咱们初次相遇的时候 你装在袋子里面的 那个残躯的主人 张凡不又有些疑惑 周星则是重重点头 对 就是他 那袋子里面的残躯 是怎么回事 张凡的话 把周星给问住了 他一时间不知道 应该怎么解释了 这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周星一时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而后 他摆了摆手 依旧是满脸的兴奋 还算了算了 无论如何 我兄弟活着就行 张丰也是重重点头 而后 他伸出手来 主动向张凡打起了招呼 张先生 你好啊 张凡打亮对方一眼 也是和他握了握手 张凡兄弟 我想问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 从识别群里面逃出来的 你兄弟周星 拖着你的残区 往森林外面走 那残区 又是怎么回事 哦 是这样 我进入洞穴的时候 我前面正有一个人 在开关 由于我修有真气 他开关的一瞬 我便穿过了 那充满识别的涌道 直接进到了 通往第一个广场的涌道 被识别蚕食的人 其实并不是我 而是那个人 周星他们拿出的尸体 也并非是我的尸体 而是那个人的 听到张峰的话 周星微微点头 刚才张凡对他发问 他一时间没想到是怎么回事 不过 经过了短暂思考 他便想出了张峰口中的这种可能 张凡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 但是 他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了 就在这时 涌道里面 又走出两道人影 这两人身材微微勾搂 明显是一对老年夫妇 老爷子看起来 有六十多岁 头发呈现灰白之色 穿着一身七八十年代 那种偏肥大的西装 不过 老爷子整个人看起来 都是异常的精神 他身旁的老太太 头发也是花白之色 趟着卷发 看起来 也是一副身材健康的样子 见到两人 楚连生明显有些激动 脸上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 难以置信之色了 只听 他湿声喊道 爸 妈 老爷子 和老太太的脸上 同时浮现出了一抹温馨了 两人对视一眼 快步 朝楚连生的方向走来 楚连生 也是快步 朝两人方向走去 而后 重重地抱在了一起 爸 妈 没想到你们还活着呀 楚连生紧紧抱着两人 一时间岂不成声 此时的楚连生啊 就像是一个孩子一般 老爷子和老太太 也是轻轻抚摸着楚连生的后背 满脸都是欣慰 张帆的思维瞬间变得混乱 他从楚连生的面向上 明明看出他的父母已经死了 这两人为什么又活过来了呀 而且 两人身上更是充满了生气 在两人印堂位置 也并没有黑气凝聚 更没有面露死相 哎呀 没想到 你也有看错的时候啊 张帆身旁的欧阳老头 不由调笑了一声 我没有看错 我一定没有看错 车里面 肯定有什么问题 张帆说的颇为坚定 孙唐也是紧接着说道 没错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两人私下打量一番 又皱着眉头思索一会儿 但是 却依旧 未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